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一下他给伊利诺斯州国会议员参议员写的一封信 那这封信是有关台湾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在最近又掀起了一波 在中美关系里面的一个波澜 他们搞了这样一个法案就叫做台湾国际团结法 那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取消联合国在1971年所通过的 这二七五八号这个决议 那这二七五八号决议呢 就是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来拥有在联合国的这个中国的席位 就是把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 那这位那个回族姐姐呢 就针对这个问题啊 给美国的参议院 这一位议员 也就是他们伊利诺斯州的议员写了这么一封信 我们就在今天来听听她对这封信 她为什么写这封信 然后这个信的内容 以及她的一些想法 我们欢迎这位美籍回族姐姐 就是美籍回族姐姐已经在线上了 你好 你好你好李教授 很高兴那个邀请你过来谈谈你的想法 那你最近呢 起草了一封给这个美国这个参议员 他就是芝加哥的 就是伊林洛斯的参议员叫做Tammy Duckworth 我们待会把这个参议员的照片放在这个视频上 所以大家知道这位参议员是谁 你给这位参议员写了封信 那这位参议员很简单说一下 他是民主党的 他自己曾经是一个军人 因为在战争中 他失去了双腿 所以他是坐轮椅 不久前呢 他随着美国一个国会代表团 到访了台湾 也见了蔡英文 所以他在美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请我们这位回族姐姐 来谈谈他为什么要给 这个Tammy Duckworth参议员写这封信 那当然是针对2758号决议 那我们就来听听 我们这位回族姐姐 为什么要给这位参议员写信 好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当初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伊丽诺州有两位国会议员 一个是参议员 一个是众议员 这两个人他所在国会的这个职位 都跟台湾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那我就觉得很多美国国会的议员 实际上对虽然他们是美国的所谓精英 但他对很多的国际事件 国际历史并不清楚 我私下呢 也在跟这些议员通过他的幕僚 给他讲述这个台湾的一些历史 我觉得一方面这些幕僚 对台湾这些政治议员 对国会议员 对台湾的历史不是很清楚 有一部分呢是纯属是恶意 那对于那些不是很清楚台湾历史背景 这个台台台问题的这些国会议员呢 我觉得我们作为美籍华人 对对历史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那有有责任 要向这些议员传播正确的一些历史的事实 所以我就给他写了这封意 这封信去 因为这个法案还要进入参议员进行投票 我希望在进入台湾参议院之前 能够给向他介绍台湾这个历史是什么 好的 这个2758号决议啊 在台湾内部啊 尤其是台独人士里面 他们一直在做文章 其实美国人现在也开始说 这个2758号决议 你把那个这个当时代表 就所谓中华民国的代表 就蒋介石的代表 把他驱逐出了联合国 那取代他们的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他们想做的文章是这样 说这个决议里面呢 没有提到台湾 所以你虽然说你中国大陆进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去了 但是你并不代表台湾呢 台湾还在那个游离 那个这个联合国组织之外呀 所以他们就想说啊 你只是把蒋介石赶出去了 并没有把台湾 并没有那个取消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合法的 要进入联合国的这样一个权利 那你呢 在这个信里面呢 你介绍一下 你在信里面具体是怎么说的 好吗 是的 我就是跟他们解释清楚 当初确实2758协议呢 具体的语言是把蒋介石的代表 从联合国的这个位置上赶出去 但是蒋介石是谁 他们就没有想 我觉得蒋介石是他们理解 台湾和大陆关系的这个关键 所以呢 我这封信呢 主要的是讲谁是蒋介石 那你是怎么说的呢 你怎么跟这个 这个Dark我这个参议员说的 谁是蒋介石 你觉得他们不知道蒋介石代表谁 是吧 因为他们就说 上面没有出现台湾这个字 所以呢 就就说 这个跟台湾没有关系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 就是中华民国 是是台统治台湾的一个政府 而当时中华民国 也是在这个决议 决议之前 在从1949到1971年 这段时间 在联合国一直是代表 中国的一个政府 所以我主要是做这个介绍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 蒋介石是谁 并不知道蒋介石 所代表的是什么 你就想告诉 其实你是想告诉 美国国会 美国参议员 就是说你把蒋介石 从那个联合国 就联合国这个2758号 把蒋介石从联合国 给驱离出去 其实是反映一个真实情况 是这样子 蒋介石所代表的是中华民国 而中华民国呢 在1945年到1971年 他代表的是中国 也就是说到1971年为止 联合国所承认的 中国的合法代表 是蒋介石 那个领导下的中华民国 那现在呢 1971年呢 是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这个合法席位 就是说这个中国 这个席位背后啊 现在不应该是由蒋介石 所代表的以前的中国 来占据这个中国席位了 对吧 就算不是说蒋介石 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 他蒋介石并不代表台湾 一直到1971年 蒋介石并不是 在联合国的席位 他并不是光代表台湾 理论上 从法律上 他还是代表整个中国 包括台湾 在那整个中国 其实这为什么用的恢复一词呢 因为49年本来就应该 联合国就应该是 这个中国席位啊 就应该由北京派代表 来占据 而不是那个台北的政府 你就想说明这个问题 对吧 对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主要就是说 在就是蒋介石是 完成了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统一 从1943年到1972年 整个的一系列的 宣言也好 和约也好 就是台湾已经正式归属 从主权到治权 私归还到中华民国代表的 中国的这个统治之下 所以这是一个不可 就是否认的事实 现在国会出了这个法案 是他对这个事实的一个否认 好那我想问你 你说 好那我想问一下 现在这问题是关键的 像台独势力也这样说 你这个2758号里面 没有提台湾的 我就想问你 2758号上面 问这个决议文里面 决议上 你需不需要把台湾提出来 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 因为这个2758号协议上 也没说那个台澎金马 这个东西 他没有指台湾 他不需要指台湾 因为他只是需要 因为国 作为一个国的总统 他就是代表这个国家 他只要把这个总统换掉了 这个政府就换掉了 那就是说 这只已经做成了一个 朝代的更替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替了中华民国 去对中国领土范围里 所有的地区 都有这个管辖权 这就为什么 我是相信 就是联合国对中国内战 已经做成了一个裁决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打败了中华民国 是中国的所有领土主权 包括主权和治权 完全的一次裁决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赢了这次内战 好 是这样子的 咱们待会来说这个问题 你就是说这个决议号 这个决议不需要提台湾 为什么不需要提台湾呢 因为这个中国代表习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中国代表习 谁占据这个中国代表习 他就代表中国的所有的领土里面的 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不需要提台湾 当然也不需要提四川 对吧 也不需要提广东的代表 广东在台湾 在联合国里面有没有代表权 有 谁给他代表了 中国的官方的代表 这个中国的代表习本身就代表 中国境内的所有 那台湾省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他当然他在里面是 因为现在台独人是说了一种说法 就是你现在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你并不代表我台湾 那换句话说 1949年到1971年 71年这段时间 中国代表习是蒋介石派的人 坐在那个代表习后面 理论上那个代表习 也是代表了中国大陆的 当然了中国大陆是不承认的 那时候 你不代表我 但在理论上来说 在法律上来说 是这样的情况 好 你刚才说这个联合国 这个758号决议 其实呢 等于说 那个认定了 这个中国内战的结果 也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打败了 当时的国民党政权 就推翻了中华民国 你是这个意思吧 对吧 对 这是我的 我认为从联合国的这个决议 他实际上之前 还有两次决议的 这个两次决议的 就是大家投票选择 投票吧 这三个决议 只有一个通过 两个被否定 从这件事情上 可以判断 就是可以 就是说 联合国的立场 大多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 的观点是 这次内战已经结束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打败了中华民国 是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推翻了 国民党政权 因为那时候 打仗的时候 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 我但在1971年的时候 这次内战 是在这次 就是内战 我认为内战 OK 打到联合国去了 对 是 因为实际上 就是说 1949年的内战 是战场上 是武力的冲突 1949年到1971年的内战 是在联合国上 一直在打 打了20来年 在外交上 最终的判决 在外交上打 所以在最终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政府 打败了中华民国 这个政府 那就是说 从 就是说 统治 联治权和主权 全部是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 因为当初 因为前面还 我觉得这个 为什么要提蒋介石 这个人物呢 因为他同时 有另外两个 就是决议案 是没有被通过的 那个两个 就是也是对一个 内战的实际上 也是一个对内战 和主权的一次评论 一个是两个中国的代表 另外一个是一中一台 这两个已经全部被否决了 所以是台湾 在联合国所有的国家 公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可以在联合国出现 一中一台 或者两个中国的代表选 对 好 那我问你 中国内战这个结果 需要国际组织来认可吗 需要联合国的认可吗 我觉得就是说 我认为是需要的 也许各自 比如说台湾和大陆 都说我不需要 但这故事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世界的舞台上 还是有国际的认识 就是共识是最好的 为什么我 台湾为什么要求去台湾 参加联合国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还是需要追求国际认同 好的 这是有道理 对 就是说这个 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 其实两方面 从两个方面来说 都是有道理 一个方面就是说 我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并不需要国际条约的 这个确定 现在就是大陆方面 经常说这个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告 对吧 公告 台独势力 他们说 那个开罗宣言 蒋中正连制都没有签 罗斯福制也没有签 邱吉尔制也没有签 有些台独学者甚至说 是三个黑老大 私下相授 把台湾给了中国 就蒋介石 根本是不合法的 这是我为什么说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 需不需要所谓的国际的 这个协议来认定 就针对他们这种说法 他们说这个开罗宣言 是非法的 那我就会说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根本都不需要 他开罗宣言 那没有开罗宣言 中国肯定也要把台湾拿回来 就比如说上海是中国的 需要开罗宣言去确定吗 广东是中国的 哪个哪个国际协议确定呢 对吧 也没有 但是呢 从另外一方面 角度上 你刚才讲得很好 就是联合国 或者国际组织 国际协议的确 国际条约还是很重要的 对确定一个国家 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很重要 这也从台 台独势力自己的行为 也说明 对吧 你说的 他们为什么要击破导弹 要进联合国啊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还是重要的 那联合国里面 我们知道啊 这联合国有190多个国家 会员国 相当于快200个国家 对吧 大部分国家 180多个国家 跟中国大陆 都有邦交关系 而且呢 这个可以说是 中国大陆 在这个外交战场上 就你说的 这个内战啊 也延伸到了外交领域 跟台湾当局的打呀 打了这70多年 成绩是非常的明显的 对不对 每次 每一个外国 要跟中国大陆建交 基本上都要确定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整个中国 对吧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那我就想问这样个 问你这样个问题 这个连美国 为什么想来推翻 这个2758号决定 它出于什么目的 美国 就是它延续的 就是英国 那个 那个 那套 哲学吧 就是说 反而自知 它可以 更容易操纵 所以呢 它实际上 一直从 一直从开始 它就希望是两个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 在 这个2758协议之前 它就实际上 暗中推 暗中 是支持 就是沙特 那个两个中国的代表 但是就是 还是世界上 大部分的国家 不同意世界上 有两个中国 只有一个中国 但美国这个政府呢 就是说 它还是谋求 不管是一中一台也好 一个中国也好 就希望他们 就是中国内部 越乱 对美国控制 就是 这个操纵 这个中国的 局势 它就越有利 所以它 它从来都是认为 是出现 你不管是一中一台也好 还是两个中国 它就不认为 中国是这个统一的国家 好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这个做法 它只是 就是要鼓励 两个中国 要 那个 让中国 处于 这个一分为二的状态 那 也就是鼓励台东 那我想是这样的 这个 其实这个 在联合国 这个协议问题 中国大陆 一直是想 进入联合国 都要取代 这个 台湾当局 但是呢 美国很早 也开始设想 两个中国的方案 但是蒋介石 是坚决反对的 一直到1971年 可能蒋介石啊 也觉得 这个两个中国啊 这个方案的 美国提的两个中国方案 说不定还是一个 可以接受的东西 如果说蒋介石 不默认的话 在1971年 美国的两个中国的 那个 在联合国的法案 可能也提不出来 所以这还有 这样一个情形 在里面 那我想问你 你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所以 要挑战 这些议员呢 众议员 现在众议院通过了 参议员也可能要表决 所以美国国会 要挑战 这个2758号决议 他其实是想呢 一个是支持台独 或者搞两个中国 其实根本的 他是想支持台湾 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那我问你 既然要支持 美国台湾加入联合国 那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 组成这个国际组织 台湾 他只是一个 中国的一个地方 他怎么有能力 加入联合国 你违反联合国宪章 那为什么美国 既然你要支持台湾 加入联合国 你起码要先解决 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 那为什么美国 要给台湾一个国家的 这个地位 你为什么美国 你不去承认台湾 为独立国家呢 那不更重要吗 对啊 这是第一步啊 对 我觉得美国呢 第一个是 美国没有那个胆 就是明目张胆说 台湾是一个国家 因为他美国从军事上 他并不可能 为了这个台湾的利益 把自己引入一场战争 因为他没有这个胜算 他知道中国大陆 在韩战的时候 朝鲜这个战争上 他已经失败了 跟中国正面冲突 如果支持 这个台湾成为一个国家 那就会导致更大 另外一场战争 我觉得 目前美国的实力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只能用台湾 打赢的代理人战争 他不可能 跟中国进行中面冲突 如果他支持台湾 成为一个组权国家 中国就可能 在这场地 跟美国直接进行 军事冲突 我觉得这是美国不想见的 我倒不见的 美国如果说跟台湾 承认台湾为一个 承认台湾独立 比如支持台湾独立 让台湾成为一个组权 咱们先说 就是承认台湾吧 结果可能不见是 马上中美开战 我倒不觉得 可能会 中美之间就会断交 那你美国会 会跟中国大陆断交 得承认台湾吗 我觉得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本身可能大家 没有注意 如果承认台湾 本身是一个国家 对吧 那首先就要处理一下 台湾和中华民国 之间的关系 因为现在 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地方 它控制不只是一个台湾本岛 它有台鹏金马 它本身要导致台湾本身内战的问题吧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 而且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中国大陆更有师储有名 不是 现在就说 美国会不会 转而承认 就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来跟中华民国国断交 如果他要承认的话 是这样子 你与其支持台湾 进入联合国 对吧 你还不如承认台湾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跟他正式建交 你只有这样 台湾才会成为一个正式的 那国际法的一个主体 就是国家 他才能够进入联合国 对吧 你现在国会你这样做 你起不到支持 那个台湾进入联合国的目的 同时你会激化美中关系 那如果说 美国你要先 就是你不可能说 你第一步没有做 你是去做第二步 你不觉得这个 美国这个国会 做的这个决议案 有点这个 缺乏这个 这个外交上的基本常识吗 到底他会要 为什么目的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美国现在 真是不要把美国国会 这些这个议员的水准 想得那么高 他的他的知识储备是很差的 因为我曾经就给这个 我们伊利诺州的那个众议员 第八 第八区的众议员 他是那个就是 中国委员会的就是 ranking member 民主党的ranking member 我给曾经跟他的目聊 我就花了50分钟给他的目聊 先讲了这个台湾问题 他还跟我说 他说哎呦 第一次有人用 就是这么准 准确的这个知识 帮我改 就是让我理解台湾问题 究竟这个什么问题 就是这些人根本就是 不对中国这个历史 这个台湾问题 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现在是我觉得台湾 美国国会这些议员 就是有病乱投医 他根本就是没有 就没有想到 就是说你支持台湾 入联合国 首先是台湾要和美国建交 那美国建交的情况下 会和中国大陆断交 就出现了decoupling 从这个从外交上 就开始进行decoupling 那就是包括了 这外交上的decoupling 就是这个脱钩 那就连包括军事和经济 全部脱钩 美国是承担不了 这个decoupling 现在他都用了这个de-risking 这个去来掩盖他的这种 这种这种话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或者换句话说 美国跟大陆断交 跟台湾建交 美国失去了什么 或者美国 或者说从跟台湾建交 他能得到什么 他能够解决 比如说东北亚的朝鲜 半岛的那个 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吗 他能够跟台湾解决 气候变化问题吗 所以是这个世界上 最两个最大的 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国 对吧 谁能解决美中之前的 台湾能取代中国大陆 在对美的贸易方面吗 我跟你讲啊 你把美国 你把美国想得有点太太好了 美国是只为自己利益 策划的 他做的就是前几天 就是跟台湾建交 是不是有利于美国利益 跟大陆断交 是不是有利于美国利益 我不是对他们有什么 那个理想的看法呀 乐观的看法 好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跟他换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决议啊 国会的决议 真的是这些议员 自己想出来的吗 还是说背后有人 给他们递这个版本 谁给他们递这个版本 就是台独组织 在美国的台独组织嘛 他们就是很多钱 完全是美国 可能完全是美国的台独组织 还是其实就是台湾的台独势力 甚至是民进党当局 通过人给这些议员递的 因为这所有的 那个这个这个决议里面的 所有的中心问题 就是让台湾进入联合国 要把那个2758号 那个决议 要把它那个踢掉 对吧 那谁要进入联合国 台湾当局嘛 但是谁又不敢去宣布独立 台湾当局嘛 对吧 你要进入联合国 你首先要独立 对不对 那你要独立 正式独立 你肯定会跟中国大陆 发生冲 那中国内战就出现了 对吧 那为什么说这些 这些议员 就像你在这个 这个信里面写的 我就你这个信里面写 有一句话写得很好 你就是说 这个当前的这个两岸的这个局势 更加恶化 也会鼓励 这个台湾当局啊 这个分裂主义势力 让他们继继续去藐视 他们自己的那个法统 自己的宪法 对不对 让2300万人呢 处于这个战火的这种威胁之中 同时呢 也会让美国政府的这个信誉啊 进一步受到损伤 我说这个讲的很好 你说为什么说这个美国政府的信誉会受到进一步的损伤 你拿台湾当局的东西来做这个决议 要要考虑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我就 这点就是说 美国这一方面还是 他号召他一些盟友 对中国进行一些围堵 他还是需要他的一种 一定的公信力嘛 那他 如果这样做的话 确实会伤害 就是在不承认台湾是中华 至少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你让台湾的这种独立运动 是违反他们本身中华民国的宪法 这点我觉得就是说 你直接在做一个政府 你在鼓励这种分离跃动 如果是他的盟友 也不见得会追随 这样的话 进一步就孤立了美国的这种领导 那个角色 所以我 然后包括所有连国际的组织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就是要教育这些 这个美国这些参众议员 你拿着别人的钱办事 但是你也不要伤害美国的 就是说一些这个他的公信力 不管他有多少 好的 那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 现在台湾那个民政党当局 台独势力 他是完全否认这个2758号决议 那你觉得这个2758号决议 需要台独势力的认可吗 把发文再扩大一下 2758号决议 需要台湾人的认可吗 我觉得是台湾人的 就是不管是蓝营和绿营 他们的困境 就是不想接受这个2758号决议 所以呢 第一他不认真地遵守他们 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 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法 本身就是一中宪法 他不他不遵守这一个 第二个他也不遵守当初的这个 特别是台独实力呢 不遵守1952年的中华民国和日本建交的 这个台北合约里面明确的规定了 台澎的居民就是中国国籍 就是中国一部分 这个就是他们自己 首先台独势力 他本身都不能脱开他们自己 中华民国这个宪法 他们连他们自己的中华民国宪法 他们都不支持 你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啊 所以他都不 他拒绝去承认自己 自己的宪法 自己当初和日本建交的合约 加上联合国的2589 中任合约不是建交 对 1952年的 就那个 只是那个合约就是确定了 台湾台澎的居民的地位 对 那时候还不包括金马呢 说你现在混在一起 你台湾的台独只想着 他的台湾本岛 但是中华民国包括的是台澎金马 所以他本身就是自己从台风金马里边分裂出来 再从大中国里分裂出来 他直接藐视了这个三个这个世界公认的文件 他自己都突破不出来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 这个台独势力承认不承认没有关系 而且也是完全不奇怪的 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现在在台湾地区还在实行的原来的那个中国宪法 就是原来的中华民国宪法 他们都不认同 那这个呢 我们就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 现在台湾人呢 经常会说我们不是中国人 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 你台湾跟大陆就不可能统一 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需要台湾人的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中国才能统一吗 中国统一这个事情从广义上 出于台湾和大陆统一 这个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讲这些事情做成了 已经他把中华民国政府 中央政府迁去迁到台湾 然后在这个已经从统治上面 他也就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下面的一部分 那中华民国当年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国 代表中国的 对 但在1971年是代表中国的 就是说在1971年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 联合国把在1971年 把中国的代表权 从中华民国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就是说台湾还属于整个大中国的一部分 不管你是承认不承认 是这样子的 台独人是经常这样说 但我觉得有一个情况可以跟他们说 当然他听不听是他的事情 蒋介石1945年接管台湾 对吧 蒋介石可不是蒋介石个人去接管台湾 这是1941年是中国他代表中国去接管台湾 这是第一点 对吧 否则的话干嘛台湾 日本投降以后 干嘛台湾的接管要让 对岸的中国政府的接管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1949年 这个蒋介石政权在大陆 节节败退 他退到台湾省 他为什么没有退到菲律宾去 没有退到越南去 没有退到马来西亚去 因为那些不是中国的地方 对吧 所以说这是另外一个说法 那至于说你台湾人 承认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承认不承认台湾是中国一个地方 那是你的这个想法的自由 对吧 不影响这个 比如说像中国啊 这个国家的概念 所包含的这个领土的两个部分 这样一个这个基本事 那还有个话题 就是对于是2758号的 台湾人经常说 那你都没有统治台湾省 他当然不会说自己台湾省 你没有统治台湾 你怎么就能代表我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 他的话 我还是 没说完 他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都没有统治我 你怎么就可以要来统一我呢 他其实这个意思 你没有权利统一我 你因为没有统治过我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怎么说 这个就是说统治权 这个是靠实力的 你在 比如这个 目前台湾政府 这个地区这个政府状态 实际上在中国的近代史上 已经出现过一次 就是说 1931年出现的 左右的那个中华苏维埃 在中华人民 中华民国境内 已经出现了一个中华苏维埃 他有自己的国民 有自己的外交国家承认 在一定程度 他中华苏维埃 也可以说 我自己的中国 我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但当初 蒋介石作为代表 中华民国的政府 做了什么 就是五次围剿 中国的这个中华苏维埃 就是说 你自己内部承认 不等于 外边 就是你这个中央政府 是没有自权的 所以中国北京政府 就是需要像 当初蒋介石 对待中华苏维埃一样 进行 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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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于不在 怎么执法呢 在台湾怎么执法 中国大陆怎么对台湾执法呢 我认为就是说 台湾是中国内部的一部分 那中国就是说 就像中国其他部分 即使台湾是跟大陆 是隔了一个台湾的海峡 也可以像中国的 对新疆地区出现僵渡 台独和僵渡的概念是一样的嘛 那中国就是需要派武警就可以了 中国内部 当然了 中国有可以派解放军 也可以派武警 但用武警 就像美国的这个 National Guard一样 这是完成了 派得过去吗 派得过去吗 现在 有必要派吗 当然有必要啊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 现在的台湾的情况 就跟中华民国建国之处 从那种 袁世凯 恩魏就出现了护法运动 我觉得既然台湾 不遵守它的中华民国宪法 一个中国的这种宪法 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 北京政府 就应该派 派军队 就是武警 去台湾进行执法 护法运动 一个中国的法律 好 这个待会我们来说 你所谓的那个 中国大陆可以派武警 到台湾去护法 待会我们来说 我就想还是回到 刚才的问题 中国大陆在 这个台湾没有统治 现在两岸是分治的 但是分治不等于说 这国家 这个主权分裂了 并没说 不代表这个一层意识 而且我8号决议的 的确他们台湾人说 你都没有统治我 你怎么就能 那个代表我 对吧 但他的目的是什么 你没有统治我 你就没有 他的政治诉求是 你就没有统一的理由 包括比如说 在台湾省的这个 蓝营的 这个记者 比如说我 那个黄伟汉 我经常看到他讲 你在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来就没统治过台湾 在台湾没有收过一分钱的税 你有什么理由来统一我们 对吧 就是没有统治 所以你刚才也提到一点 你是用那个中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其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就是所谓的红色 共产党的 当时的红色中国 在江西 你说这个 蒋介石在这个 中央政府的确在里面 是没有统治权的 没有治权 但是有主权 那块地方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当然可以就是说 把这个中华苏维埃给剿灭 对吧 五次 那个围剿和反围剿 那就说 我是没有统治你这个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但是那块地 是我中华民国的 包括韦满洲国 你说中华民国政府 中央政府 在重庆的中央政府 在韦满洲国 东北 他有统治 有治理的那个能力吗 没有 但是那块地方 是我中华民国 我早晚要把里面 这个没有统治啊 不等于就是说 没有统治 不等于就是说 没有统一的理由 香港 那个回归中国 是1895年走的 对不对 中华民国统治过香港吗 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香港收过税吗 统治过香港吗 也没有 香港不要回来了 那最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澳门 澳门不仅 中华民国没有统治过 清朝都没有统治过 是不是 更不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我就希望 黄伟翰 他知道这样的情况 清朝统治过 澳门吗 中华民国统治过澳门吗 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澳门吗 也没有 澳门不要回归中国啊 对吧 那当然这个台湾问题 不是回归的问题啊 台湾已经回归到中国版图内 1945年就回来了 只是说两岸在分治 两个不同的中国政权 在统治 这个中国的两块地方 在中国大陆 这98%的领土 是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2%的领土 是在台湾地区 还是以前的中华民国的 宪政体制 在统治 那个台湾 没有在台湾收过一分钱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不能 那个统一国家吗 对吧 台湾现在是外国吗 对吧 不是的 你刚才讲到 台湾当局 台湾的那个独派势力 非常的猖獗 小到的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当然了 大陆上有很多声音就说 你不承认是中国人 没有关系 中国大陆是私以人口 不缺 这少部分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人 对吧 那他会帝 是中国的老祖宗留下来的 当然还有的 这个大道就是民进党当局 从来不承认 可以怎样说 中华民国宪法 那个有关这个国家 这个领土方面的认定 甚至有的民进党的 那个这个政客 说看见青天白日 就想吐 当然了我们知道 这个青天白日 这个国旗是中国以前的国旗 共产党 中国 中华民国 它是不允许再飘扬这个国旗的 但是既然在台湾 它就是一个中国的象征 那国民党 这民进党的一些台独势的时候 看到这个民国旗就想吐 首先在台湾的时候就是违法的事情 对吧 包括他称对岸为中国 其实也是严格讲是违法宪法的事情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的法律没有遵守 中国大陆有理由来搞第二次复法运动 就像孙中山以前搞的 对吧 针对那个北洋军阀政府啊 针对那个 这个那些那个军阀势力啊 那么你说 中国大陆怎么样 中国大陆需要来维护中华民国的那个 一个中国这个宪法吗 还是说他本身就应该就是按照他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维护他 然后你说的武警到台湾去复法 怎么可能呢 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个地方法 因为中华民国的所在的地区就是台风金嘛 我认为就是因为台湾中华民国的宪法 也是一个中国的宪法 基本上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不太中途 我觉得我就觉得是大陆呢 既然是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个地方法 当然大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以对地方法进行执法 是完全有权利的 那做得到吗 中国的实力做得到 这样的话那就两岸内战就重新开始了 那你如果说 你觉得台湾不会反抗吗 他会让你派武警进去执法 执法怎么做 做什么呢 具体 这个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台 台风几马的中华民国进行执法 是跟历史上 就是中华民国这段时期内都出现在两次 第一次就是被罚 对吧 那你就做一个对台湾的满法就行了 第二个就是蒋介石对中华苏维埃的围剿 这两个都是 这个只是一个 一个属于这个 中央对地方的一次 小范围的统一不属于内战 如果你把北伐也作为内战 如果你把 北伐就是内战 北伐就是内战 对 这只是这是一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一次 对台澎建法政府的一次内战 那就是那就是武统 那就相当于武统 你觉得不是武统吗 你都军队武警都派进台湾了 那不是武统吗 而且你如果说 如果我跟你讲 如果说你光派 比如说你说我派个武警进台湾去执法去 咱们先别说到底执什么法怎么做 是逮捕蔡英文 还是说那个占领那个台湾的国防部 还是什么的 咱们先别谈这个 你只要武警进了台湾 两岸内战就开始 武统就开始了 如果你光派 比如说派个两千人进去 这是不负责任的 为什么不负责任 这两千人全部会被会死在台湾 所有的是你所说的所谓的执法活动 武警执法活动到台湾去 必须有强大的解放军的 陆海空的全面配合 就是武统完全开始 所以这种文章就是容易做 但是如果你不顾全所有的话 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觉得是没有可能性 那另外我想说 所谓打击台独势力 违反中华民国自己的宪法 当然也挑战中国大陆的反分裂法 其实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不需要派武警到台湾去 不需要这样做 比如说在国际上 赖清德现在到美国来了 在美国过境 赖清德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要到巴丁美洲去参加 比如说总统的就职典礼 或者其他东西 他根本就可以不需要从美国过境 对吧 但他要美国过境 但他是有他的政治目的 那来了以后 你看到今天各方面的报道 包括我们常现在 我们那个休斯多论坛 常现在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快闪的节目 就专门评论 这个赖清德到台湾走这一趟 到底是什么样种状况 你看看他 你们大家去看一下 在现场朋友去看一下 赖清德在美国做的一个公开的 在这个桥宴上的演讲 你看他背景上写的什么 欢迎赖清德副总统访问美国 好像光顾什么什么地方 然后里面还放了两个国旗 都没有讲他是哪个国家的副总统 然后两面国旗 美国国旗和中华民国国旗 那两面国旗的这个大小尺寸 比那几个汉字还小 这就说明 这个美国行政当局 对赖清德过境美国 提出了非常详细的 具体的各种各样的要求 就你不能把国号打出来 你要把这个国旗要打出来的话 你的国旗不能超过多大的尺寸 你们去看一下 这个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候 还有就是那个习近平 2015年访问美国时候的那些照片 图片 当然还有比如说像以前的领导人 像赵紫阳啊 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候 那个国旗是多么的大 多么的醒目 对不对 那这些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以为是美国政府行政当局 想到阿文的国旗就别发那么大 不是的 这是中国大陆 如果按照那个回族姐姐的说法 其实就是中国大陆在国际上 那执法的在有关一个中国问题上 对台湾那个执法的这个很具体的一个表现 不是吗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啊 到台湾省内去做什么东西 那很多台湾人经常会说 包括我认识一些台湾 包括我们修士顿台的一些观众 他们说 那你管不着我们呢 那你管不着我们呢 对吧 我问什么叫管不着台湾 对吧 台湾能进得到国家为名的那个国际组织吗 联合国 对吧 台湾要进入联合国 除了他根本没办法解决这个国家的 台湾的那个国家地位问题以外 就他要先独立才能成为这个候选人 就联合国的候选人 还有一个问题 台湾要接纳 被接纳进联合国的话 必须有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多数票 看他能够进去 另外呢 这个安理会的多数票啊 很容易得到啊 我告诉你 不是那么难 但是安理会的多数票还必须有个条件 这五大国啊 五大常任理事国 不能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否决票 你觉得台湾 我就说 我当然不是对有回族解决 我就对 线上的朋友说 你们觉得这个台独要在台湾 让台湾进入联合国 能够通过这个安理会的投票吗 中国大陆不会实行否决权吗 对吧 然后还要得到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支持 所以说啊 不那么容易 其实严格讲 就是美国这个给台独司令啊 给这个美国众议院这些议员 这样一个蓝本让他们去推这个法案 要否决2758号协议 当然他们也清楚 严格讲 这个决议啊 不可能影响联合国的决议 你的国内法 你能够推翻这个联合国 2758号 推翻不了 也帮不了台湾 那个民进党当局 这个台独的政府啊 进入联合国 但他要用这个来造声势 就说这个民进党政府啊 在为台湾的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啊 在做努力 你看吧 我们的美国国会议员 又在给我们这个东西 但是呢 美国的外交主导权 主要还是在行政部门 就看现在赖清德的 这个过境 所遭到的这些种种的限制 据说 昨天的赖清德 在那个会议上 这个晚宴上的讲话 还速度哽咽 说话有点 情到深处啊 都有点那个要落泪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 悲喜交诈的这种感觉 他自己感觉 好像觉得自己没有得到 所谓的尊严 呃 待遇 那谁让美国政府 清楚 你不能做过头 对吧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这个赖清德 这个防美这个事情 我看了 看了 我我现在哈 嗯 我我我的思路哈 我觉得好像我们大家的思路 都在 去看 这个民进党干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大陆是 这个 北京政府 中华人民国政府 我觉得他 在这个 就是 出统 就是 这一方面做的 就是 呃 侧重的角度 呃 不太一样 与其整天反对 呃 民进党出去到国际上去 照样撞骗什么 呃 但是 还不如 北京政府 美不如 在直接在宣布 民进党组织 主张是 从中华民国 分裂出去 已经违反了 中华民国的 一中宪法 为非法组织 直接取缔 台 民进党的候选人 维持 没有失去 失去竞选 2024年的 呃 台湾领导人的资格 我觉得 我觉得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应该在这个立场上 要把这个底线 就这个立场 一定宣布出来 才能左右 台湾人 百分之六十多的 台湾人是不希望 民进党当权的 因为会引起战争 好 我问你 现在这样的情况 你如果说 中国大陆政府 这样去做的话 而且民进党 照选不 你会让中国大陆政权 非常的尴尬 就等于说 以前呢 当然我现在说这个话 这个可能会冒犯一些人 比如说以前国内 有一位网红 他说自己是五百年来的 最有才华的人 我就不说名字了 这个女孩子 说自己呢 只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 才配得上他 那结果呢 当然我用这个话 也不是来数落这女的 人人都有这个 追求这个幸福生活的 这个权利啊 我不是来数落这个人 我就这样说 但是呢 结果是什么 结果没有人 没有清华的 北大的来 来跟你来联系 来交往 那你自己不就尴尬了吗 而且对于国家来说 这种尴尬是经受不起的 对吧 他不需要这样做 有关台 有关你北京 中国大陆政府 来帮台湾的老百姓 来督处台湾内部的政党 来遵守中华民国信号 这不需要北京政府来这样做 台湾 台湾地区内部的人 应该是这样子做 比如国民党应该这样做 那他为什么不这样做 台湾内部的人 为什么不这样做 这是整个台湾的政治期 或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呢 完全变了样的这个结果 所以说中国大陆就按照 他自己的政策步伐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吧 所以说呢 不应该受到台湾 这个省内的一些 这个情况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就说 就是你这个想法 挺有意思 但是可行不可行 你觉得呢 你觉得那个如果说 中国大陆宣布 那个民进党是非法组织 不允许他参加那个选举 我告诉你 他要选上会会会什么什么的 我告诉你 可能会起个相反效果 更多的台湾人会去支持民进党 你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 因为大家是希望做一次 就是和平统一 我觉得还是 我今天早上还看这个苏恒上面的那个 就是做的一个问答 其实台湾人很多人他追求和平 追求和平是台湾人的共识 我想是这一点 不管任何人他不 只有差不多百分之 五到十的台湾即使就是这些 绿毒物的话 他想去靠武力 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上手的 所以我觉得是追求和平是 台湾地区 台湾基马人的 就是最大共约数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 大陆政府为了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为了台湾人的福祉 为了刺激的和平 应该尽量尽快提出和平方案 然后呢 应该是交于 这个全中华 中国国土的人民进行公投 那这个条件 就是如果台湾就是 你为了和平 你愿不愿意把国民党 把追求台湾从中华民国 分立出来的民进党组织 定为 如江渡这个 东突的江渡一样的 非法组织呢 那就是台湾自己的选择 我还相信 台湾人是希望和平的 你错误 我认为你错误 看到台湾人希望和平 和平是什么概念 他们的和平不是说 和平的最终目标是统一 他们的和平是和平不统一 你知道吗 所以说中共对台事务的决策人员呢 那些所谓的政策经营们非常清楚 所以你觉得 你觉得台湾人是希望和平呢 他们是 他要和平 他要的和平是我和平 永远跟你不是一家 跟你不是一个国家 他要的是这个和平 所以说我们呢 就是有些东西就是 就是不能太 包括南营都要说 我们要和平啊 要和平和平 他们的终极目标 不是国家统一 他们的终极目标 只有一个终极目标 就是独立 包括现在很多南营人 都是这样的看法 那中国大陆呢 是和平可以 但是必须和平来谈统一问题 那任何台湾的 现在目前来说 我个人认为 除了一些 一些那个所谓的红统啊 其他都不是 但红统在台湾不是所谓的主流 因为他整个组都被打造成 一个台独的主流 那 好了 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 我想你还有什么话 你觉得这篇这个 这个给这个参议员的信 什么时候给递交上 Tammy Duckworth 这个参议员信 什么时候递交上去 我已经跟他的办公室联系 跟他见面嘛 他们怎么说 所以我会 他现在没有 要不然他要一个星期 给我一个答复嘛 这样的话 我会把这个问题 把我的信发 就是当面交给他 你为什么 我问你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在心中提出一个疑问 美国参议院 这个法案的起草人 他们这个草稿是哪里来的 要查一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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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参议院这个决议的 这个resolution的 这个法案的 这个起草人 他从哪里得到了这些信息 为什么不提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还用提吗 这个东西大家 不一定 不一定 信到不宣的是 那不一定 因为你这信啊 你可以 你现在已经把它发到 那个change.org上去了 对吧 对 让大家联署 那就要把 很多人不知道啊 你以为 很多人以为 包括台湾的内部 很多那个 支持那个台独的那些 那个比如说 150们啊 对吧 他们认为 啊人家美国人多么关心我们 我们台湾是世界中心 我们台湾number one啊 全世界都在关心台湾啊 他们不知道 很多台湾的纳税人 是花了很多钱的 通过台湾政府啊 或者台湾那些 所谓的友台的一些 那个那个团 团体啊 在美国啊 对吧 花了很多钱 砸了很多钱 砸了很多纳税人钱 去做出公关啊 游说啊 说服这些 这个议员啊 让他们的议员啊 接受他们台湾方面 给的一些这样的一些 资讯啊信息 甚至可能不能排除啊 给的这个草案啊 那个基本的都是 但很多台湾人不知道 这个呃 就是台湾不知道 美国人也不知道 这个是 但是我就 我还是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说 与其每天去 呃 反毒 还是再 多花一点精 精力呢 就 搞出一个 台湾能够 和平和 和大陆 呃 能够在一中的 呃 一个中国的 呃 框架下 进行啊 就是一个国家 中国大陆的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宪法 呃 台鹏基马的地方 就是实行 中华民国的宪法 保证他们 不 我觉得是不可能 你这个你这个建议 绝对不可能大陆成 呃 接受的 只能说台湾地区 可以有他自己的 基本法 那要重新修改 修 修 不可能说让他允许 他在 那个还是用 呃 就是中华民国 那个宪法 呃 法统来治理台湾 底线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将来 两 呃 两岸要统一的话 所以有些 有些咱们都是 那个 这个 这个咱们 就是对台湾事务 比较感兴趣的 这些网民 呃 呃 有些东西还是要去看一下 呃 国内的这个 在有关台湾问题的 呃 这些学者啊 他所做的一些 建议啊 报告啊 啊 就看着他们一些东西 因为像这种类似东西啊 可能以前也有人都提过了 啊 而且不可能 那个在 现在这种 那个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一个国家两套宪法 是不可能的 啊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就是说 或者你说 或者你 或者你 基本法嘛 台湾有基本法嘛 对 或者你这样说 你说 台湾现在的用的这个 中华民国宪法体制啊 他可以 如果说两岸以后会统一的话 他那一千万体制要做修改 变成一个 呃 那个台湾地区的基本法 呃 这种说法可能是 大陆那边听得 听得过去 你要跟他说 让他们继续用 中华民国的法统呃 作为那个地方呃 那个法律 呃 那个宪法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啊 是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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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我的 一国两法嘛 对 一国两法的是台湾 就是啊 中华民国宪法 呃 经过修改成为台湾 台澎金马的基本法 然后呢 加上呃 中国的反分裂法 就是说 不管任何情况下 中国大陆的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台湾有执行分裂 反分裂法的这个权利 对这是 对他 这是他的主权的保证 中国大陆的宪法 和包括中国大陆的 那个反分裂法 肯定高于 地方上的 基本法 这是肯定法 这个法律的危机 那是这样子的 呃 好了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那个 呃 非常高兴这位在 芝加哥的 回族姐姐 呃 跟我们一起来聊 这个 呃 275 8 这个 在美国国会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台湾 国际团结法案 啊 还有聊到一些 两岸关系的话题 啊 那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 聊一些其他的一些 更 呃 深入的 一些话题 好吧 呃 呃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你 谢谢李教授 非常感谢你给我个机会 就是大家 在这个 这个话题上进行交流 大家意见未必相同 但是我们都希望 是对最终 实际能达到一个和平的 呃 安乐的状态 所以我们应该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对 好的 好 那非常感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也欢迎朋友们在下面留言 呃 说说里面的看法 好吧 啊 好 再见 再见